篮球果手大喝开 两饭酒驾周世元又醉了 哎呦精彩啊 昨天在韩国料理店发现 中国直篮和中华直篮的球星 喝的酒比你吃的泡菜还多呢 首先登场的是跑去效力CBA的田磊 与硕士毕业有最聪明运动员美誉的月盈利 已经成家的田磊似乎在以大绝者的身份 对也已经讨老婆的月盈利指点迷惊啊 但是今天 呃不太好懂的样子哈 但总之看得出来两人醉醺醺的很开心 随后还加入了165公分高的范耿祥 这个范范范耿祥 即使站在坐着的田磊旁边 还是产生了宛如佛罗多与甘道夫之间 悬殊的视差效果啊 对啊但不能小看他的本领哦 他可是少数西半出席的好男人啊 我和周世渊几乎是被女友撵出来透风的啦 喝到懊悔壮胜也去 就不知道是否一起两次酒驾被判刑三个月的往事宁 周世渊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之前的发球命中率 是50% 是说九年前他在亚运关键性的一刻连发两球没进啊 从此手软渊的封号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啊 这一次喝忙的他竟然哎呦 还能被另一名醉汉真托纳 仔细一看 等等原来是1990年次的菜鸟崔果增 小崔实在不行啊 最后还是托付给了老周 周世渊是一股作气把他拖上了计程车 暂时洗刷了手软渊的臭名 苹果与浪赖最好乖乖这样走回家 别再酒驾惹 报道 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 照片1000元 影片2000元 这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有料就报 请拨电话 也可以用电子邮件 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 或苹果日报APP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 你爆料我捐款 爆越多捐越多